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講講龍亭的歌詞分析 這首歌曲是中國風的歌曲 它用了飄高音的方法去唱 現在國內也很流行 那些比較高音的空靈聲 諸如此類 或者飄高音的回蕩聲 不知為何現在流行這些潮流 這些東西可以再改進一點 希望可以回到Hi-Fi最高等級的質素 起碼有低音的東西 這首歌曲在音樂部份也做了低音 做了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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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聲 都可以的 好 我們事不宜遲 開始分析 接著 首先第一句 就是 悅而佛興沙 誰微光 中 笑而不達 其實這首歌曲都是正常 很典型的中國式的停台流角 那種中國式的感覺 以及有些浪漫的詩人 劍俠 因為中國都很受武俠小說的影響 以及中國本身 應該這樣說 中國本身包含著這些武俠小說的神緒 因為武俠小說都是由中國的景象產生 譬如華山之類 他這首歌曲是用了月色 然後佛興沙 即是等於月色飲到興沙 然後營造一種浪漫的氣氛 通常武劍的時候 那時候那些武俠片 通常都有這些景象 輕沙就是飄一下飄一下 即是說那個人正在動 有月色 這些又是一些私人浪漫的情節 隨微光宗 笑而不答 他這句是很精靜的 站在我自己的感覺上 因為隨微光宗 他剛才說了有些月色 印下來 這是浪漫的氣氛 如果大家在月光下看過書都明白 隨微光宗 隨微光宗 他可以做一個反義詞 可以做一個反義詞 即是誰可以形容 哪個哪個 即是廣東話就是哪個哪個 即是他自己喜歡的人 即是他也是一個愛情的歌曲 但誰也可以做一個反義詞 即是如果他零丁的標題 即是說他一個人 你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他自己在獨聚 自己在陶醉的環境 都可以的 或者享受這個環境 都可以的 這個也是反義詞 即是誰也是一個 說那個沒有劍 或者是享受這個環境 或者是在這個環境裡 在想事情的人 即是主角 都是有這個考量 所以他有少少巧妙 在這裡 微光宗 笑而不搭 笑而不搭 其實他是在形容一個心境 即是有一種心情 就是他不斷在回想 一些東西 一直在享受生命的過程 這樣的時候 他一直在 又配合環境裡 很有思義 他自己一直在思想回蕩 這樣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這樣的思義 在這裡 也是一些比較浪漫的東西 接著足動影菩薩 足動影菩薩 足動 剛才已經有了月光 接著有一個 即是你幻想成一個竹林 如果不是對片的話 你就幻想成一個竹林 在竹林裡有月光滲下來 有些月光的耶穌光 即是月色 月色的光滲下來 你說是不是很浪漫呢 接著影菩薩 即是有一個人 即是應該是主角 主角在跳舞 即是在跳劍 也行 接著 但他這裡應該是 因為由農庭唱出來 變成女版 現在將他代入一個女主角 接著 枕下滴酒 兩盞 其實這個也是很棒的 即是他一直 他上面 這句其實是 呼應上面的事如不答 即是在想事情 即是在飄逸的情況裡面 接著 怎樣滴過酒 這個在幕後少說 經常有 即是在大峽 不知為何 或者之類 場景裡面 當然是有一杯酒 那些是逐碗計 不是一杯 是逐碗的 接著 他這個三兩盞 其實就是 三兩 其實就差不多等於一碗 一碗 即是那些正常常的飯碗 大概是百多毫升 差不多一碗 即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很徒醉之下 再加上酒那種配合的話 就會令到他更加昇華 如果笼統一點 就是這樣解釋 好 接著 借良神美景 應 其實 借良神美景 應是分開的 應該是 借良神美景 即是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應該是 接著 一曲才子佳仁話 即是說 其實在這個環境裡面 應該是有一男一女 即是男女主角 即是一對情侶在這裡 應該是這樣 才子佳仁 即是中國式的描繪 即是一些比較有詩意的男女 好 應該是一個男女 即是一個有詩意的男女 共同一個地方 不過 這個零丁 只有他一個 就引伸成一個對比 一個比較有少少滄桑味 然後 不同都已經落盡 不同 其實是 如果 你 站在 現實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 草莞木的植物 它已經落盡 即是說 其實它這裡 也是有兩個意思 我感覺到 一個意思是說 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 即是周而復始 已經過去了很久 另外有一個解釋 就是 掛著這個深愛的人 這是一個很高尚的情操 有些詩句 尤其是有些寫詩的人 會用不同形容一些很高貴的東西 然後 卻內何生貴不開花 其實就是一個對比 很簡單 即是說 哎呀 如果你是現實來說 就是不同的葉都落了 但是 為什麼 那個山貴不開花 即是 它這裡 就引伸成一個 很無奈的感情 即是 一個 以懲罰 因為山貴其實 其實 連年都開花 因為它開花 很多過月 你想想 連山貴都不開花 你說多麼無奈 好 然後 此情 它淺不斷 其實就是 這段情斬不斷 偶斷絲連 然後 我你卻還亂 通常愛情故事都是這樣的 很想整理一下它 很想淡忘一下它 但是 你越想 其實 有心理學家都說 其實你越想這件事 其實代表在你心裏 住得特別重要 你越想越重要 就不是說 你不想就不重要 其實你越想就越重要 你想放低也放不到 然後 你就 住在我心裏 這句就是 它在內心裏面 住在這裡不動 總之 越想 自己就越荒越亂了 然後 奈何浮世一生 我卻只能共你擦肩 都是比較漂亮的詞 這個 其實 都是帶有些詩意 一些叫寫詩的詩 一些詩意 都幾浪漫的 就是說 它上面那個 就是說 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但是 都 等不到這個人 或者是諸如此類 然後 現在 去到這一生 都 都 回顧這一生 就是 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你想想 都要回顧一生 通常 一個人到四五十歲 才開始 會回顧前塵 很多年輕人 就不會 去回顧前塵 因為他們的經歷 未夠 通常 年輕人 在四五十歲 就開始明白 原來 以前的人 為什麼會想起 以前的事情 多一些 因為多了經歷 的人就會回憶起 然後 我卻只能共你擦肩 這個也是很無奈 雖然是很愛的對方 但問題都不能夠得到 就是這樣 然後 是很短的 有些紅葉的地方 譬如 不要說北方那麼遠 就是四川 雲南一大 就是西邊 西北 他抽的時候 不是很漂亮 很有思義 然後 明月清 當然 在那個時候 天氣是比較清的 因為你入了冬 去春的時候 就開始起霧 就開始不太清 然後 通常也是很有思義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再加上竹林 再加上他自己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跳舞的時候 然後 就說 哎呀 我現在 又過了一晚 斬眼又過了一晚 就是說 他在回憶前陳往事 就很回味 然後 又再酒醒 等於 你又再酒醒 酒醒 通常也是天亮 因為你晚上喝 然後就天亮 又一晚 回憶 好 接著 在庭園 樂業 一天亮的時候 通常有一個 主務暉 各樣的事情 然後看到整個環境 加上那些 magic hour 很浪漫 看到整個地 都是樹葉 通常這些在畫片裏 很多時候有 外國人很喜歡看 我自己也挺喜歡 這些環境 因為比較浪漫 做人幾十年 要不要這麼現實 不要這麼現實 大家更浪漫 大家都會過得開心 好 接著 歲月本無依 這句很深的 這首寫詞 那位 真是飽讀詩書 還有 他都有讀詩經 因為歲月本無依 這句說話是來自很多的著作 包括有些 宗教形式的東西 都略略提過這件事 那歲月本無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有幾個解釋 如果你是籠統一點解釋 就是說 一生人匆匆就過了 這就是很片面的解釋 但是 它還有一些比較有詩意 有深層次的解釋 就是說 時間根本是觸摸不住 亦都不到我們控制 即是說 世事是不到我們控制 所以 它有幾個解釋 就任君選擇了 甚至乎 觀眾朋友 自己都可能會想到 另外一個解釋 好 接著 可嘆我一生 終萬事 寧丁 就是說 一個總結 就是 很唏噓 原來 我這一生人都得不到 他的字外 都是無依無靠 孤虎伶丁 一個人又多麼無奈 好 接著下去 其實它也是把這段歌詞 分幾次去演繹 越來越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感覺到它的編曲 就是 表達一些 首先就是失意 第一階段就是失意 接著就是無奈 接著就是癡情 最後就是癡情 分三個步驟 人生裡面 如果得到這三樣東西 都很唏噓 所以它的標題是寧丁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當然它這首曲 就是用一些比較輕快的樂章 去顯露出來 就免得這麼淒倉 但是我覺得 這個編曲都頗好聽 因為有些 不是太悲悲的感覺 很多人聽起來 就容易受樂些 我覺得鋪排不錯 去到最後這一句 就是這一句 去到最後這一句 都是重複那句 就是萬事寧丁 它收了reword 各樣東西 其實我感覺到 它這裡的作者 可能是想表達一個終結 即是說 亦都給這個結局 可能有一兩個差口出現 一個終結就是 一個差口就是 這件事終結了 我一生就是這樣 另一個差口 亦都是 好像大全結局一樣 這件事會不會 就這樣 找到另一個終結呢 即是可以放低它 可以去另一個感情 甚至乎原本愛的人 即是他心愛的人 即是他心愛的人 終於回來了 他這個 最後那裡 就用了少許技巧的表達 我覺得 都頗有心思 好 這首歌的歌詞 暫時分析到這裡 希望各位朋友喜歡 繼續支持小弟的頻道 以及各位朋友 多些聽不同的歌 不同的解別歌 多些了解歌詞 我一有時間 盡力去拍 盡力去解 以我有限的能力 盡力去解釋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支持 下條片見 謝謝 拜拜